1 2 3 1 3 4 1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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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今天放出来要被欠在比赛 就是看会是谁欠过的钱最多人 你这辈子欠过最多的钱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真的人生还蛮幸运的 好像没有欠过钱 出去啦 我不是要激怒你们真的 没有 因为比如说我是有100块 我就会花10块 其他全部存下来 难道你没有房贷吗 没有 他们父亲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房贷 他先拿现金这样拖 用那个马布袋摔在地上 拿去吃油啊 没有 房贷付亲 我们娘家之前有房贷 可是我们就拼命努力工作 含着眼泪就是拼命赚钱 你们什么都含过眼泪啊 接一些不是很开心的工作 然后最后总算还钱了 我就算含着眼泪 我也接不到工作 是不是髮型的问题 真的她的帽子 真的她的帽子 真的她的髮型吧 我自己安全帽还可以吗 你到底想要把你老公 逼上什么程度才高兴 康熙今天来了五位债务缠身的艺人 她们个个可都是基线了数百万的债务 现场特别找来的两位债务专家 要帮这些艺人脱离卡债的苦海啦 我跟你讲 徐姨弟跟我在聊你 跟你先吵架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刚刚得了一个很贱的结论 等一下再告诉你 好 你会很难过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什么故事 就是你们两个吵架的故事 上个月啊 那个我们家那个热水器没有热水了 好可憐 瓦斯没有 瓦斯了 就那天晚上已经十二点了 我要洗澡 然后 那个瓦斯 瓦斯桶因为没有瓦斯了 然后那天刚好又寒流来 然后 好苦喔 然后因为我先之前洗她说还有 她确定说还有热水这样 我就赶快冲去洗澡 然后我就是水开了喔 冲头的时候就 对对还有热水就冲头 然后把整个肥皂都抹回之后 悲剧发生了 真的变冷水 然后我就蹲在那边 蹲了大概十分钟 一直发抖吧 没有我想说她可能在检查 所以要很久 最后我想说真的好冷 我就问她说 到底怎么回事 她就过来说 啊就没有热水就没有瓦斯啊 你就冷水洗一洗 赶快洗一洗就好啦 好凶喔 我就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嫁给你干嘛 我一个人就好啦 我如果一个人 我可能还会去想办法 烧个什么水壶啊热水 护柴 对就是 我就想说 我怎么那么命苦 你还没有了 你还知道 你还在告诉你 你当时是不是已经剪了这个发型了 因为这个发型会把男人惹祸 真的吗 真的 而且那一阵子又是我真的很低潮的时候 工作也不顺利 就那个 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带撞主持 然后回来 就是就没了啊 你现在是要哭了吗 没有哭了 我就觉得很苦喔 很可怜 然后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节目 节目被换掉又没有热 又没有热水 是不是啦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 我需要温暖啊 就我就觉得我需要温暖 你怎么给我 吃冷水这样子 然后你就罚你先生去睡各地 不是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真的是冷水 赶快洗完之后 我就冲到房间去 我就把房间门锁住 然后就再也不跟他讲 他就写冷水喔 然后就再也 就没有跟他讲话 他有一直敲门说开门 他没有敲门 他也没有来看 对 他已经热坏了 哇塞门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可以睡客厅的理由了 然后就他就睡客厅啊 然后就睡了三天吧 很烂的故事 对吧 今天不要让他讲 小柄你的人生 最天风负债是多少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只有十几万啦 但是如果要加上父母亲的话 是一千三 一千多万 你爸妈的债应该是 全台湾最有名的 父母亲的债之一 而且媒体又乱写啊 一下说三千万 然后一下说那是赌债什么 那你爸妈会觉得 反正被写成三千 刚才去把借足三千 没有 你知道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们家那个装潢 有够夸张 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可能没有什么费用 他们家装潢是豪华级的 那个马桶可以自己清醒 然后那个床 还有什么可以帮你暖背 还是什么反正就很夸张 都是大饼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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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很歇斯底里 对 你知道他真的很疯狂 他买了一个很贵的马桶 那个马桶就是全台湾 只有四个人有 对 然后那个马桶就是 就是很像活箭鬼 你走过去的时候 他会这样 然后坐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暖的 会感应就是 他以为有人坐过你知道吗 就很像活箭鬼 所以你说他现在 我们可以同情他吗 可是 今天是小饼啊 我们坚持的同情的地方是 我们其实 我父母亲那些债务 根本不是我们去借的 然后也都是因为 我爸妈人太好 才会欠下那么多债务 可是我们小时候 就常常被暴力讨债 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有这个困惹 他小时候又是很悲惨 对啊 警官这负债 如果连房贷算进去的话 人生最巅峰 可以负债到多少 五百多万 还蛮豪气的耶 所以你现在有到那种 就是别人会来跟你讨债的程度吗 是还好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有好手好脚 我会去跟人家协商 接下来是秦卫同学 秦卫同学 你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负债到多少 含房贷吗 对 两千一百万 不含房贷 房贷是 八百多万 那还好 但是房贷 我是用房贷来还钱这样 请问你跟曾国成和开 传播公司赔了五百万 在还钱之前 我要先赚钱一下 对 出端集了 谢谢 谢谢 这个专辑是你自己出钱出的吗 当然不是啊 台语更爱国语 国语更爱国语 国语更爱国语更爱国语更爱 好那下一位是 所以请问你人生最巅峰负债是多少 差不多六百 六百万 六百万 包括房屋贷款吧 可是我欠的这些是我大学的钱 因为我大学每一年大概要花上 一百多万台币 学生贷款 学费 学费 对 所以我的学生贷款差不多 你去哪个学校 哥伦比亚大学 所以你现在在台湾如果一赚了钱 你就会立刻汇到美国还他们吗 对 我需要啊 因为每个月需要付最低的金额 你现在有在省市检用 现在还是有 可是比之前那时候很没有钱的时候好 嗯 我跟你讲 我五月四号要发专辑 就是新歌加精选 可是我的困难来了 就是说 我在这个之前 如果我的债务没有还清 接下来我会 因为我接下来领的可能是那种 一三五年的通告费 还要除以二 所以你现在知名度是可以 那我还是尊重唱片公司 但是就是说如果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有一些部分 是我自己在处理的嘛 因为的确有债务的问题 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是可以体谅的 对 因为我不可能说我不去赚钱 如果 因为我好手好脚 如果我不去赚钱的话 我可能就会被砍手砍脚 我担心的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大 你知道吗 我跟妳講 她的债务真的不太是问题啊 不是 我们家从小 我们家有被法拍过 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 突然被赶出去的感觉 我在小学 两三年级的时候 有那个地方法院的人来我们家 要贴那个法拍屋 可是贴纸贴在旁边 你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啊 可是问题是如果 一旦房子被拍卖掉 你们可能全家就是 相等于是被赶出去 所以一贴就代表开始卖了 对 一贴就表示 他已经开始进入那个程序 然后我妈妈带着我们上的小孩子 跟那个贴法拍屋的人 跪在地上求他 求他不要贴在前面 就是可不可以贴在房屋后面 他希望不要让街坊邻居知道 对 然后所以从那时候 其实我就会有一个心理压力 就是那个钱的压力 那时候再还钱怎么还 我下课小学下课回去 做加工耶 做到那个手啊都流血 因为那时候耳机是用那个穿的 你什么时候做加工喔 还债啊 所以你从小就穷 就是 那是因为我爸给人家当保人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我们不要随便帮人家做饱 明明是可怜的故事 可是因为一直比到髮型那边去 就忍不住 忍不住觉得 你还是该换个髮型 没有 就是说 生活应该还是要快乐的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髮型 那 秦伟 我们刚刚讲说那个 我们 我在台北基因的时候 有遇过你那边开节目 那就是你跟曾国成 正在当传播公司老板的时候吗 对 然后结果就开那个公司 就欠下500万 其实是台面上 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就是说 其实当初是他认识的一个大哥 那他就说 你跟秦伟都这个有知名度嘛 那你们挂名当公司老板 是黑道大哥吗 我后来才知道 那他有那个背景 他希望能够漂白就对了 然后就是跟 我们就跟出动 出面跟这个电台老板签约嘛 那时候豪民国84年的时候 电台刚刚开放 那我们自己就想说 我们何必看人家脸色 我们自己买十段就好了 台北 台庄 高雄 花莲自己连线 你那种花莲很鸟的地方 都很小的那个电台也买 买了大概十几家电台 然后同时段同步播出这样 那那个金主出钱 我们两个挂名 结果呢 第一张票是兑现 后面通通打靶 票通通打靶 那其实跟我们无关 因为没有用我们名字嘛 可是签约的是我们 比方说我跟赵少康大哥签约了 他认的是秦伟啊 他不会认那个金主啊 那从那天开始之后 我们录影啊 人家不会说 快点录影 都不是这样问 秦伟啊 就这样 他们知道我们三年半 就要去嘎票 那你跟郑国诚 就各分担一半就好了 是 但是 就是说雪上加霜啊 我们正要准备还债的时候 我被火烧到 那我的演艺是中断的吗 那你那时候烧伤的医药费有很多吗 医药费 如果加 因为我那时候住加护病房嘛 那时候也没有 不能健保 因为我是除外保险 大概 一个月快一百 那我眼睛是说失明嘛 其实失明要移植嘛 眼睛加脸加全身大概 你眼睛失明过啊 所以你眼睛是移植的 眼睛移植眼角膜 真的看不出来 你当时那么严重 你现在完全好 你现在手还看得到 你现在皮肤好了吗 手 脸好了 怎么恢复得这么好啊 对啊 我真的觉得是老天爺帮忙 真的耶 就是我觉得 我的人生一直是意外 像眼睛失明之后 做完手术 我近视好了 那我那时候不能做电视嘛 做广播 得了金钟奖 那歌手迟到我自己出唱片了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老天爺对我蛮妙的 你如果继续鼓励秦卫聊这个方向 他就会开始讲移植边内眼角膜 之后看到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每次都会慢慢延伸往 容易看到了 容易看到了 真的假的 把灯弄按 把灯弄按 快点快点 你拿这个最恐怖的 真的吗 讲一个好了 你现在一直别演讲 我就看到东西 容易看到 讲一个最可怕的 比心结眼的 其实我讲这次唱片就遇到了 那当天录影的时候 我们是在 地点可以讲吗 可以 叫达官镇 你知道吗 在安坑那边 那他是从 公司是从信义路 要上那个 信义环块上去嘛 那其实做一条路很容易嘛 结果我们 我是叫计程车 叫了那个台湾大车 对对对 那司机说我们知道路 没问题 上车上去之后啊 就很奇怪就是 就是 应该上去啊 不要吓他啦 好敢笑啊 这样三文会少一波 好敢笑啊 还没开启 怕什么 这样才会吓到 你怎么会吓成这样啊 你怎么会吓成这样啊 我真的会吓到 你今天踩到声好紧 太好笑 他就踩到 他会吓坏 他腿都开啦整个 小心也曝光了 不要吵 不要吵 我要听故事 就是其实上 既然这司机说他知道路 对他知道路 但是很奇怪就是 因为我们想说你知道路 我们眼睛就闭着睡觉了 就闭着睡 其实就是环块上去之后 然后走木炸那个方向 上车之后眼睛一张开 诶 怎么到基隆路了 我说诶 我讲啊 不是要到木炸那边 我说 不好意思走错了 他要走右边 他走到左边 那再上来一次嘛 我就又继续睡觉起来 诶 怎么又基隆路了 连续四次 下去下来 下去下来 然后司机就说 诶 我觉得今天怪怪的 我说那不要走这边 我们走永福桥那边好了 往新店那个方向嘛 就换那边走啊 换那边走 往达关镇那个路上 有一排坟墓 然后司机大概说 诶 我不觉得曬的 头前有站人 说那个坟墓那边有站 我说真的假的 我一看 我不知道是扫木 还要干嘛 就是一个女的站在坟墓那边这样 手这样 诶 少来了你 我现在讲是 他也看得到 我都把车队讲出来了嘛 台湾大车队嘛 所以应该是真人吧 那我想说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人 可是白天有一个女在那边招手 我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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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灵异特别敏感的秦伟 拍摄新MV时 竟然有鬼演员入镜 嚇坏众人了 即使债务缠身 锦维还是要shopping 就是法国 就你知道法国很多东西可以买啊 就是买了一些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真的 法国花了多少 花了大刷卡刷了四十几万 哇 哎哟 最新片数公开秦伟招人设计 结果三天之后打他说 他把那个收据啊 改成本票 他用 一直听到有人叫啊 我说 诶 导演你有沒有看到 有啦 导演有看到 不是一般招手都不会出声音什么秦伟 只有我跟导演看得到 肺活量比较大 然后就是唱琴歌的一分四十五秒 到一分四十八秒 我们其实后来换场地 说那个地方不太对劲 就是四十五秒四八秒 一个白影这样晃得起 然后我把它定格看啊 真的欧巴桑对不对 我跟导演看都是觉得同一个人 就是他是半生 其实如果您去KTV点歌 你看得到 你说秦伟是不是很会打歌 所以他这样去KTV 大家就会点那个鬼啊 就是 真的有吗 真的有 就是很快一个数据 这样会害人家点他的歌 然后一遍没有看到 还要再点第二遍才可以 我现在就想看了啦 我要看 我要看 就是一分四十五秒 到一分四十五秒 就三秒钟而已 我也想看 他就很 很快闪过去这样 因为你一般肉眼看不到 三秒钟嘛 这样贏了 我要打断这故事 我可不可以 因为秦伟每次来 真的做不到这条路 找人去反目 太置入信心下了 今天除了四位欠过钱的来宾之外 另外还有两位达人 有没有阴阳眼 有没有阴阳眼 今天来聊是鬼故事喔 其中一位呢 是讨债专家小开 我们欢迎小开来 你好 可不可以 你是合法的讨债业者吗 我是合法的 所以你用的方法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 而且小开 小开你真的长得好讨债喔 他名字叫小开 他有经验啊 小开你的合法讨债行为当中 包括去债主的家里面 坐八小时 就吃零食喝开水 可以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到债务人家里面去 所以只能透过电话吗 非法进入 所以那个是非法的 非法进入 那什么叫合法讨债 小比你家里遇过 而且现在还是都在讨债啊 讨债人去你们家里面 因为之前我哥不是出事吗 然后结果苹果日报就 就有写说我妈妈开的店在哪 后来结果讨债人 他们就跑去那个店里面 然后整天没干嘛 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去吃东西 然后跟我妈走来走去 我妈只是掉衣服 她也要跟着她这样 怕她跑掉 会跟你爸妈聊天吗 不会 就是一直弄在那边 然后凶省恶煞的看着你 好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理财家 陈俊吉 哈啰 他们今天 他们今天四个人都把那个 房屋贷款算到负债里面去 可是这样台湾大部分的人都负债 对没有错 其实我们在资产这方面 我们要很明辨的清楚的知道说 你这个房子到底是资产还负债 如果你这个房子是拿来租给别人 你来赚他的租金 那他可能是资产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笔钱 你是跟银行借钱来买这种房子 事实上你是负债 因为你要付利息的 对 所以你是 除了房子之外还有保险 房子 保险 车贷 保险不是你自找的吗 保险 因为我的父母 就是我拿保险 就是我的保险单去借钱 那那个利息是很低的 就是说像信用卡的利息 现在是19.7% 可是呢 如果我拿那个保险单去借钱的话 他前半年就是他可以不用利息 然后把你的保险的钱借出来 先去还信用卡的钱 每一桌你银行没有存钱 你银行没有存钱 是空的吗你银行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吧 当艺人当那么久怎么可能户头做你 都这么久了 那你去哪里剪头发了 就自己剪的啊 其实你知道我真的很天真 我过年的时候我去一趟法国 因为我想说接到开运监定团 是一件很稳的工作 带状耶 对 然后你就会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想说啊好棒喔 然后就去法国 就你知道法国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啊 就买了一些很多我喜欢的东西 那一刷 像包包啊 名牌包吗 对啊 这个多少钱 三万包 蛤 这是法国当地就是名牌land sale的牌子 还不拿去卖掉 钱还是还得出来 反正我有手有脚啊 所以你去法国 你去法国发得很豪气 真的 你去法国花了多少 花了大刷卡刷了四十几万 哇 哎呦 很豪爽喔 想说啊四十几万回来 带状节目对不对 一个月 没想到回来接到电话 节目平来之后你被换掉 是我被换掉 我也觉得很奇怪 怎样啊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 我比较觉得说比较 就那天我去Costco买东西 因为Costco的东西就是比较贵 但是就比较好吃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 你还去那边买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就是Costco想说 买一些东西 因为我这个人 其实出手还蛮阔气的 我就买了很多东西 零食啊什么 拜拜的零食啊什么 饼干 很棒的饼干 一盒大概都四五百块的饼干这样 想说可以请工作人吃 一盒四五百块 结果 结果我就买了一堆 然后就放在那个推车上面啊 等到快要推到那个结账的时候啊 我突然接到大卫的一通电话 景文 他才自自呜呜的 景文 那个 开运说 你录到这个礼拜 你在我们那个时候啊 我听到这个 我想说 不会吧 然后就看到我买车子的东西 我想说 算了啦 就是 就不要买 就是 不要买这些东西 因为就没钱啦 你就一一把它放回去吗 我就真的 我就变吊言了 我就再把那些东西再放回去 然后 那时候我先生在我旁边 他不晓得怎么回事 他说你不是要买吗 我就说 先不要买了 对啊 我就把那东西 全部就 带我来流口水 因为也饿了嘛 那东西 加上又饥饿了 没有然后 我就 我就真的 就把那些东西放回去 我就想说 哎呀 就平常心吧 没有关系 就是 平常心里来哭成这样 不要再哭了吧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的是 就是 为什么我会发生 就是常常就是 会有 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 就是 一而再再再再发生 可是我没有办法避免 你现在有工作能力 你还可以找工作 还有些通告 你是很聚席感的人啊 而且胜过你 推完那个推车 买完单才接到那个电话 可能是耶 那就更惨了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 然后我回去 我的鱼就死了 他已经疯了 对 他会钱的 不是 我跟你讲 老公感冒也大笑 鱼死也大笑 对啊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奇妙 你知道吗 好啦 所以 你买那些保险是为了爸爸妈妈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保险 关键很重要 可是你说你小时候 家里就一直欠钱啊 就是因为我爸爸帮人家做保 然后那个人他后来就走了 离开 跑路了 那别人说那个 淘几百万的债务 别人说我爸要帮他还 然后也是淘债公司去贴封条 还是真的法院去贴封条 是法院 可是法院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啊 因为你知道就是那种 就是被人家看不起嘛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啊 你们可以去贴人家封条吗 不可以啊 只有法院才可以 可是小柄被贴过 但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偷偷偷来的 你知道吗 然后贴在公司去贴过你们的封条 贴在 而且是贴在鞋柜上 我也觉得很不容易 现在躺在公司也会进那种法院通知函啊 你问他们就知道 来下你的啊 那个我也收到过啊 而且其实最恐怖的还不是贴封条 他就是像我之前被一个厂商设计 就是我做一个公关活动 那他是帮他排电视Cube 那下预算是五百万 那五百万当然我的利润大概一百多这样子 我就接了 因为他是付现金的 那现金是不是要签收据 我就签了嘛 结果三天之后打来说 秦先生你要还我们五百万 我说不对啊 五百万你付给我了 我就一看 他把那个收据啊 改成本票 他用隐形药水 你知道他写字写 本票 秦伟等等 其实我很感谢一位律师 叫黄珊珊 黄律师 他帮我打赢了 因为这个官司很难打 他把收据改成本票 我开始家里一直收到东西 收到东西就是像法院的啦 那都假的啦 然后既然寄什么你知道吗 寄你存折的影印本 他怎么会有我存折的影印本 他怎么会有 我不知道啊 他印的就是你金额有多少 刷开你们怎么会有 人家存折影印本 我们这个可以利用管道去查 买通银行的人对不对 我没说啊 甚至连房地器的影本 那个都在我手上的 他都一寄过来说 你就准备被我们查封吧 就写这样 也不过就五百万的 那因为他套住之后 你所有有价的东西都会被排卖 然后说不知道该怎么 这种什么收据变本票 这种事我还以为是电影里面演的 是真的 竟然真的有啊 因为我那时候只记得说 它是一张白的纸 要写姓名 地址 电话 那我想我是收据嘛 结果没想到上面有放了隐形药水 你知道吗 这只有死亡笔记本里面才有演啊 还有那个堵神 有没有在玩牌的时候 我有隐形药水先 就是真的啊 所以真的 都是不能乱签 这是有啊 有这种事情 这是纯性坏人要陷害你啊 他弄的招数是我觉得很高端的 你觉得演艺人员怕什么 怕没有节目嘛 怕通告嘛 他就开始研究 他记各式各样的黑寒 比方到中天我 就说什么 我靠着节目外面接外快 然后什么 又很 还拍了个小孩子照片说 我这是跟某人生的私生子 寄到一周端耶 那一周端问我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弄到 我东森那时候有个节目 叫脱口俱乐部 他寄到东森去说 我用东森的名字外面接case 我抓到那个人了 但是我不能怎么样 他就是一直有毁报你 对 就是要你还钱为止 那你这样不能赚钱 你怎么还这个钱呢 他不管啊 他知道你有 他去调查 他说我已经引益你的那个账户啦 他知道你有房子有车子嘛 你应该要还的 那请问你四十万 在法国花掉之后回来 然后节目被换掉了 那那个刷卡四十万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是 赶快就是上通告 我现在我现在几乎都没有花到什么钱 就是只有 所以我们康熙这个礼拜 每天都是你吗 也没有这样啦 不过我有很多话题可以讲 你可以提供一些 对我可以提供很多 很多话题是不是 所以 好那 小饼公主流 小饼你被吵架的时候 你有在门口 地板上撒油 要让 吵架公司都滑倒啊 那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凶狠债主找上门 小饼奇遭百出债主落荒而逃 黑道暴力讨债 小饼被逼疯啦 被逼得我那时候就是 你知道吗 我就把心灵人的手给拼了 再进来我就杀人 我就真的拿 拿着菜刀 坐在那个 那个沙巴上 要等他进去 债主甚至还跟着上通告啊 他要闭眼之后啊 他有些时候会跟踪 他就是很厉害 所以如果他们现在来闹的话 我们就会把你送出去说 你就跟他们去 我应该就要走 我应该就要走 小饼你被吵架的时候 你有在门口 地板上撒油 要让 吵架公司都滑倒啊 那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啦 所以你知道我们 所以从几岁开始面对 吵架公司 国小六年级吧 那大致上我们家就是 那个历史 就是被讨债的历史分三个时期 一个是 就是国小时期嘛 国小国中时期 然后一个是高中时期 就是华刚一校的时候 然后一个是艺人时期 也就是现在 那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 因为我父母亲 你把你们家负债分为三个时期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 一直有逃走 然后就安定下来 再开始分一下 就是逃走安定下来 然后逃走安定下来 所以国小那个时期 你们在哪里 国小那个时期我们住在台中 台中 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很有 就是我爸妈那时候就是 算是有钱人 就是真的是有钱人 因为他们还常 蛮常去参加那个 中南部的时尚party 就是你知道 中南部的时尚party 就是吃得很豪气 比方说一克牛排 是一万多块钱的东西 然后是服装秀吗 不是 然后就是在里面 有钱人的聚会 对 有钱人聚会 然后大家都穿得很光鲜亮丽这样 只是穿得很像在舞台上 因为有些羽毛什么的 然后那个 结果你知道我爸妈就是 他们那时候做女时装很好赚 台湾有阵子不是女时装很那个吗 然后就后来有一阵突然落寞 然后他就开始没有进账 然后我爸妈人又很呆 就是他就是 很多朋友跟他借钱 然后就是欠惠钱 他都没有去讨回来 我爸妈有一次你知道 他真的很好笑就是 他从台中到墾丁去讨 一笔六百万的 他们借给人家六百万 结果一进去看到人家 就家里面家徒四笔什么都没有 然后反正钱也还不出来 还帮他们家买了一箱桌子 送给他们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爸妈人就是太好 然后因此就开始那个 负债 所以小学去讨债就是什么 他的讨债手法就很恐怖 比方说他就会剥粪啊 或贴一些什么 什麼 诅咒你主公 诅咒你主公 或者说明天再来砍你什么的 人家里这门口就是粪欸 而且我们家门口就是一堆东西 就是 但是我们是独栋的那个 这也蛮热闹的啊 这有纸条啊 有粪便啊 对 可是我们家那时候是独栋的那个 就是透天措 对 所以根本也不会去妨害到别人 但是就是邻居会害怕说 我们家出事了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 那时候我们 我跟我姐姐 只是现在我跟我姐姐在家里面 然后我们就常常两个人是在家里面 我们就会做 刚才康永哥讲的 我们做那个陷阱 比方说游啊 或者是 那游滑倒的时候啊 往地上一按的时候 刚好那边是电线啊 小鬼当家 对 就是模仿小鬼当家 然后或者是 他再往前面一走 就会有线那个走过去 然后就 那个单株掉下来这样子 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 因为他们只要滑倒就走出去了 后来就 爸爸妈妈就 就是有一天就是回来之后 就 跟那个所有的在权人 把他们找来家里面这样子 然后就问他 就问大家说 现在已经还不出来 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那也找到了一个解决之道 可是那些人 第二天又 说话不算话 又来讨载什么的 逼得我 那时候就是 你知道吗 我就把心意狠我想 我跟他们拼了 再进来我就殺了 我就真的拿着菜刀 坐在那个 那个沙发上 要等他们进来这样子 那时候你几岁 国三吧 所以你们后来就逃走了 就逃走了 从台中逃走 因为已经谈妥的东西 他们又 不认账 所以我们才 就是连夜逃走这样 所以现在你们艺人时期的 这群流氓 要来跟你们讨的债 不是以前那笔钱吗 就是以前那些钱 就是以前那笔钱 从小时候开始 跟你们家相处到现在 对 可是他们有一直来 就是比方说来个两三天 到现在还没有还清以前那笔债 没有 一千三怎么还 上那个时候好像 你们 只要参加这种游戏的节目 得到奖金 他们也会来讨是不是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比方说 我们在齐天大圣 比方说我们 我最近跟我哥在那个 齐天大圣有个单元 叫大饼包小饼 然后后来 因为我哥进去了之后啊 我都跟艺人PK 然后结果如果说 我今天赢的话 我就会有一笔奖金 比方说三十万五十万 可是那都是奖奖而已啊 很多节目都是奖奖而已 对不对 他们很认真 对不对 你真的五十万对不对 我们节目是真的给钱啦 真的还假的 可是只有六千呢 你们节目是真的给 可是那些就是那个 淘汰公司的人就说 哎呦 他们昨天好像中了五十万 搞不好去要 然后就会来要这五十万耶 这是莫名其妙啊 对啊 那你要怎么把他们打发走 就说真的没有啊 就说要不然你去问电视台啊 而且你知道他们 就是我们在当艺人之后啊 他有些时候会跟踪 我们到电视台里面 然后在电视台里面乱 就立刻把他赶出去嘛 就立刻押着我哥啊 然后就说我要跟你爸爸见面什么的 就做这些手法 所以如果他们现在来闹的话 我们就会把你送出去说 你去跟他们出载了 我应该就要走 对我应该就要走 否则录不下去了 我再来就来就聊一聊 所以你那时候 全家人就从台中逃到台北 可是还是被他们逮到了 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就是 从台中搬上来就是 五八箱行车嘛 一箱家具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无露屏风连夜雨 我们没有房子嘛 我们就是举家逃上来还在找 然后想说第一个晚上 第二个晚上就先睡在饭店 这样子 一家具家具全部都不见了 全部都不见了 车上的东西都被偷走了 对而且还发生两次 就是我爸妈再一车空车下去 然后再去跟那个 跟人家借家具 就是跟亲戚好友借家具 还借了一点钱这样 然后在车子整个开上 第二天又全部不见了 我听说过好像是有 也有人帮助他们讨 对不对 就是先把他们安顿起来 然后再帮他们去出面协商债务 对不对 这个一般也是 讨债公司的变相营业 它有两种手法 一种是讨债 另外一种是协助债务人躲债 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它协助躲债 两种钱都赚 一般都局限于 它有钱它不还的 很多耶 有很多都是 它会找上我们这种公司 有的是它有钱不还 所以我现在打定主意不还了 然后我给你一百万 你要帮我逃到 我绝对不会被逮到 对 那你要把他安排去哪 安排到我们跟对方协商完为止 可是S你那时候跟他们同学 有觉得他们很穷吗 倒是还好耶 因为在学校就表现出来 是正常学生的样子 对啊 就是我们不会表现出来 而且不会被人家看到 那时候也会自卑嘛 所以你们现在还债的情况是 每个月固定还多少这样子 之前有一次就是 后来我们就当艺人之后 就是那群人找到我们嘛 跟我们协商说一个月还三万这样 可是一个月三万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轻 后来我们就试着还看看好了 可是还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又还不起 因为那时候 我们遇到买房子的事情 然后又随事连连 你说买那个很高级的马桶吗 对 对啊 所以你们现在还要持续 每个月还三万吗 没有我们之前就还了半年 就又逃走这样子 我看过那个讨 就是讨债的啊 就是到公司 经济公司 然后就坐在那公司门口外面 好像是三个人 还是四个人 那是你跟大饼同一个公司 对 然后呢 我就刚好要进去拿东西嘛 然后那个讨债的人说 欸 想要碰你吗 不是不是 因为他们很无聊 他们坐在外面很无聊 他们就一直坐在那边啊 他们就一直坐在那边啊 然后呢公司的人就说 我跟你讲 他们是那个讨债公司的这样子 然后就很无聊 那不然你们讨债公司的人 会喜欢这个 不是 好啦我把我假髮拿掉好不好 快拿掉 让你欠钱也不用还的秘诀 大公开啦 有遇过一个 淘汰最好的方法 你现在都没学了吗 你 她就每天穿那个夹上 我怕她是你不 没办法她要钱啦 你会怎样 我听过一个 她是怎么样装丰 你知道吗 那个讨债公司 就是为了要测验 她有没有装疯 她拿鸡子给她吃 那个人真的就吃死了 鳳子可不可以 鳳子基本上没有吧 你不要吃 但是我们俩要在外面走一走 然后说 欸要不要喝咖啡这样子 就是想泡泥啊 不是 因为她没事做啊 就只能在那边 还是想叫你去泡咖啡 只能在那边聊天啊 你跟他们喝咖啡了吗 我没有 我就是进去 我就跟他们笑一下 我就进去拿东西这样子 在外星马里面 在公司我遇到过的都很丑 这个很狠是不是 小开哥算是好看的了 真的 其实跟他的样子 其实还蛮像就是 体面 就感觉上都很海派 然后有一点点霸气 对啦 可是小斌我不懂 因为你们以兴是艺人 你们根本不可能躲的啊 就逃没有用啊 你们势必得 可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是艺人 就常常会时时大开口 你知道吗 比方说他们上次来的时候 他们上次来的时候 要去我妈的店里面坐着 然后他就 他就说 我从台中上来 我需要 遭楼缸的费用 12万 他就根本就是 事实大开口啊 根本就是 而且你知道 我们不是说每个月还3万 然后还了半点不是逃掉吗 结果还了半点逃掉之后 后来又被他们找到了 他们真的很厉害 后来又被他们找到了 找到你们还蛮好找的 又重新开始算 因为我们很好找 对 他就说 因为你们逃了所以没有办法 重新开始算 对 等于就一直无底洞是不是 就无底洞啊 为什么要逃 因为无底洞 因为他们就一直那个 不能坐下好好聊 所以就把1300万还给你 然后慢慢还 没有用 因为他们隔天就不上啊 我们不是同一个债主 不是同一个债主 我有遇过一个逃在最好的方法 出家 他现在在那个地方台 在主持节目就是 剃光头去然后在庙里 出家就没辙了吗 他就每天穿那个夹上 能不能夹是运步 没办法看到要有钱啊 景雯如果演成仙呢 对啊 就是我演蜂吊 坐在莲花上面 这样没可能就逃到钱了 演蜂子可不可以 蜂子基本上没有办法出来 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演蜂子有用 不是怕蜂子 他已经没有办法行使他自己的权利了 他也没办法去赚钱 他怎么还 没办法还 所以蜂子就可以讨债了 可以啊 那你装蜂看你能装多久 哪一天露出马脚 你就是了 真的有人装蜂子 他说了 他死得很大 不是 我跟你讲 真的有人 你死会死得很惨念 小开 我真的有人装蜂不还钱 讲清楚一点 你要让他怎样 这是非法讨债公司的做法 我听过一个 装蜂不还钱 他是怎么样装蜂你知道吗 那个讨债公司为了要测验 他有没有装蜂 他拿大便给他吃 那个人真的就吃大便 真的 你这样就在看节目 在装蜂的人不是很为难吗 所以要告诉你啊 你装蜂就要装下去啊 王立人那你现在有多少债 三四百吧 你还了还蛮多了耶 那你 怎么花啊 还好假如有赚钱的话 因为我平常不会花那么多钱 所以假如有赚到 可是你现在是明星就赚很多了 现在还没有啊 明星的好赚好多 真的艺人不好赚 没有啊 我也没主持啦 也被换掉了齁 你因为我今天要搬新家 我觉得我的风水很好 快转运了 对大家 新的恋情 不是我的新家每一个人都说风水很好 有有錢人來追求妳 沒有沒有 都沒有 就是我自己要現在努力工作 妳會不會想要就是跟一個有錢人交往 然後就把債處理掉 妳應該可以耶 我們可以介紹小開給妳認識 小開就認識 小開 不是 我的個性可能不適合 對 所以就是還是要自己努力賺錢 要不然早就可以跟一個有錢人在一起啦 要不然為什麼要到現在還是沒有 靠自己 所以妳現在有還債壓力嗎 因為妳的債在美國妳可以不要鳥它 不行啊 因為那個政府它會來追啊 我怕它會追殺我爸媽 美國人應該比較不會來那一套吧 會 而且美國的政府更厲害 他們就是打電話跟你討債 跟你要債 那你可以不接電話或者是你不回 沒關係 它直接到妳的帳頭 把妳所有銀行的錢都是領出來 妳們沒有看當幸福來敲門 那就是要住廁所有沒有 所以就是他們 錢都被帶 他們很厲害的是 你不知道妳有一天去領錢都發現 而且妳只有領 我們家就是這樣 他會把妳偷領出來喔 他就是偷領 它就全部領出來 名下的東西都領光 那是政府 對啊 可以啊 因為你們自己債 妳跟你爸媽有因為債的事情炒過假嗎 沒有 因為從小就其實欠債 所以就是一個習慣性 你們家是哪一位比較會欠債 就是自從我們搬到美國之後 就開始那個 是爸爸做生意不行嗎 就是搬到美國之後 那個工作就很難找 然後就是生活跟台灣 他們在台灣都是大學畢業 就是學歷很好工作也很好 可是到了美國不一樣 因為美國不承認他們大學的學歷 所以爸爸媽媽都很辛苦 然後美國有種族歧視 對 所以工作也不好找 所以他們去美國主要是為了想要 讓你們在那邊讀書是不是 對 基本上 不是去辦信用卡 也是因為你爸爸的信用不好 你也辦不出來 後來才發現 因為大一的時候 就是你上大學的時候 很容易辦信用卡 後來到大三的時候 想要再多辦一些卡 因為那時候 大學的學費 就是要用卡再來付學費 然後再用另外一張卡 再付那個卡 以卡養卡 對 然後結果想說再多辦幾張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申請的卡片都下不來 後來才發現 因為之前可能家人有申請破產 然後被宣告破產之後 就會影響到你家人 就是小孩子的債務狀況 還有連帶關係 有連帶關係 美國好像都有這個 對 雖然說我每個月都是很認真的 每個月都有付 可是因為我家人他的信用 可能不是很好 就會連想 就是影響到我們 那你現在台灣還有一卡養卡嗎 有啊 真的 我前幾天 我前幾天才收到一個那個 一個銀行的吹腳談 而且價錢也沒有很多 就是因為我在台灣沒有信用 所以我每 我每一 那時候每一張卡只可以 最多是四萬塊錢 在每個月收入多少 現在啊也沒有很多耶 不一定嗎 對 現在 我只是 現在應該超過十萬吧 沒有啊 真的假的 要紅柴 要紅柴可以有超過十萬嗎 一個月能有多少通告上 對 現在這麼多談話節目都在請你們上 而且我之前都是拍戲啊 而且我拍戲一集 一集八千好了 我一部戲可以拍五個月 我自從把東西放上去之後 的那一刻開始 我再也沒有買東西了 可是你總是還得吃啊 在Costco把東西放回家上去之後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就誤到對不對 真的 無語則剛 真的耶 吃就吃家裡 對啊 然後不買任何東西 不買任何東西 不是 可是警官姐 你在法國已經花了四十幾萬 你還能買嗎 我跟你講 然後那個新聞出來有沒有 那報紙新聞出來 有人還上部落格罵我耶 為什麼 他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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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們藝人錢那麼好賺 哪有人像你們這樣賺錢 然後自己花錢還不節制什麼 我就說 對對對 其實我知道這樣 就是從那一個開始 我就 開始反省我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 在錢還沒有還金之前 我不要再花任何的錢 我覺得應該是好好把再還我的 對 對 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 陳俊傑你會覺得 四個人當中 錦雯那個比較好 是因為他買保險這件事是 好的事情嗎 呃 其實我覺得 他最好的是觀念 其實如果你在那投資理財當中 你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下定決心 要改變你過去不好的習慣 你才有辦法真正改變 因為逃不了的啊 對 那個時候我們在談說 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你翻身 那這些保險的費用 不算是百花 因為 當然 它是有價值的 而且他很聰明的方式就是 他會用保險的借貸 再去還他信用卡的錢 因為他的利率有差別 那我等於說 我借錢的時候 我已經找利率最低的 先把利率最高的部分先還掉 那這個利差就會是一種所得 對啊 你看 那你就會減少支出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你覺得小秉到底該怎麼辦 萬一譬如他都一直有在 好好的還 然後流氓一直給他那個賴照 你知道怎麼辦 對啊 就是會賴 這種情況要找誰去解決 他們也會看你們的態度 這個的話可能我們 像他先生就很有辦法 對 因為他們那種方式是比較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非法的方式 那如果正常的 合法的方式 不至於會 像他們說已經還了之後 還說不算數 他們家的狀況很怪對不對 就是還了債 然後說沒有留下任何證明 又要不算數這樣 對啊 對 沒錯 你幫得了他們嗎 我 私底下談好不好 對 我覺得還是要樂觀積極的面對 我覺得理財應該是分散風險 因為像剛剛說 我們藝人好像都要靠通告 那其實因為我受傷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分散 像我現在就是 我自己的投資不動產 對 讓自己買房子之外 然後我就分散 像我有買基金 股票 然後開公司 就是我要反對回來想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表演 那我還能不能活下去 如果沒有這個想法就很恐怖 就是先是天人無絕人之路 要自己想辦法 對 真的天無絕人之路的 這一個路走不通考慮一下別的 沒有 我之前其實有在做別的耶 就是我有在一家動畫公司裡面 就是幫忙畫畫 然後當創意總監 結果順了順利 就還蠻順利 因為本來就是我本行嘛 那現在呢 然後現在因為簽給沈玉琳了 所以就 我現在比較穩定耶 我現在其實比較穩定耶 所以你每個月收入有比王力人好吧 就是大概接近十啊 所以沈玉琳還是蠻厲害的是不是 沈玉琳蠻會經營的 對 因為我們自己家就是在 有在開節目嘛 所以就變成說 你再怎麼嫌 你不可能嫌到哪兒去的 因為自己家的節目都已經上不完了 然後他在幫你安排一些活動啊 工作那個 然後等一下節目結束跟小開拍一張 真的要聊一聊 你那個問題要趕快解決 不要再躲了 小柄 真的 躲不是辦法 然後那個景雯 下次要戴安全帽上去 你已經戴了啊 他已經戴了 他已經戴了 對啦 騎乘車這樣很方便 沒有 有一次我開車有一個警察過來說 你幹嘛開車來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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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氣 好啦 各位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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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